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 罪证玉女歌手林嘉宜逢迷雾 六年即生 她的经典歌曲《心动一个人的我》 依然会微笑传唱至今 后来她淡出演艺圈 转任时尚品牌总监 消失十年的她现正式宣告付出 林嘉宜日前上天才冲冲冲 外貌与身材完全看不出岁月痕迹 主持人徐乃琳 曾国成都赞叹不已 提到保养之道 皈依密宗并学习佛法 多年的她露出甜笑说就是吃素啊 率真态度让全场人笑翻 被问为何睽違十年再度付出 林嘉宜说孩子大了 加上不少歌迷在脸书留言 希望可以再看到她 向来疼爱粉丝的她终于决定付出 林嘉宜包第林元征 在2004年应在选举造势活动中学 吸入大量肝冰缺氧 导致大脑皮脂曾受损 瘫痪只能坐轮椅 无法说话 仅能以皱眉 睁大眼睛 歪嘴等动作或发出呜呜声回应 她八年前接受媒体访问时 坚定表示会照顾弟弟一生 若我走了 还有先生或女儿可以照顾弟弟 弟弟是我一辈子责任 对于弟弟近况 她低调表示弟弟一切很好 疗养中 她付出后第一个通告献给许乃琳 曾国成主持的天才冲冲冲 除了与许乃琳的深厚交情外 主要是因她与许乃琳都接受人情多吉人波切加持照顾 在佛缘牵引下选择许乃琳的节目 林佳 以宣告付出 娱乐乐文化传媒提供 林佳怡付出第一个通告献给天才冲冲冲 因为和主持人许乃琳有佛法渊源 华氏提供 林佳怡付出第一个通告献给天才冲冲冲 因为和主持人许乃琳有佛法渊源 华氏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